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支持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美軍最高將領 秘力在國會聽證會上面強調 美軍備戰中國而且準備好了 同時太平洋艦隊司令主動 赴國會談及臺海跟臺灣的軍事安全 臺海的角力 事實上蘇利文跟王毅 這一回合的會談長達八個鐘頭 秦剛在今天這個時間點再度強調 中國統一必須實現 那同時連聖文跟宋濤的會面之後 宋濤轉達習近平的講話 再度定調 臺灣是中國的臺灣 好 國民黨的九二共識 如果拋不掉的話 那今年的總統大選 仍然是國家路線的對決 但是昨天晚上 郭台銘在臺中造勢 場面非常熱鬧 同時他搶的票 包含了韓粉派系跟軍系 而且這個宣明志跟郭台銘 準備再辦挺郭宴三點零 好 這一回合郭台銘來勢洶 昨天晚上甚至揭露了他夜會柯文哲的新聞 這使得藍寧內部 很多人有所反彈 那指標的沈富雄是超級大猴粉 他直接罵郭台銘說 找人站臺機不擇死 好 藍寧是不是真的機不擇死呢 邱毅事實上發了臉書 他說朱立倫可能會促成郭柯配 這背後會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 胖是林廷輝 大家好 再是謝忻妮 大家好 再是陳敏鳳 大家好 再是周偉航 大家好 再是黃光琴 大家好 再是黃世聰 大家好 好 偉航 這個昨天晚上郭台銘拼造勢 一方面在台中造勢 另外一方面媒體最終傳出來 他昨天還夜會柯文哲 好的 這個郭台銘現在需要兩個東西 第一個人場 第二個氣場 先講人場的部分 昨天台中的造勢 郭正宜宣稱兩萬人 當然四超貓去現場說差不多一萬一萬弱 還不到一萬一萬弱 為什麼會是一萬弱呢 因為他一開始啊 這個場子啊 似乎啊 坐以擺的真的有點多啊 一時之間要塞滿 你要注意 他已經是晚上了 還沒有坐滿 是有點囧啦 不過到了最後面大進場的時候呢 基本塞滿了 基本塞滿 我們當然要給人家一個合理的這個評價 大概幾千到一萬之間 八千到一萬之間 應該是有 他的現場呢有相當程度是動員來了 除了這個彰化議長謝玲玲說我直接動員 這個至少一千五百人給你之外 也有媒體特別是統媒啊聯合報啊 他拍到了啊有大量穿著西裝的小帥哥 從台北下啊他們從新北啊特別強調 是從新北下來一整票的穿著黑白西裝的小帥哥 魚貫入場好那當然啊聯合報丟這個小帥出來啊 很快速的綠營就幫忙推送啊很多綠營強調我第一次轉聯合報啊 因為這個鏡頭真的太精彩了 好那當然在這一波波的動員之下氣勢有沒有起來呢 因為他現場又跟前面幾場有點不太一樣 前面幾場講求是在地相牽的熱情支持特別是屏東那一場 絕大多數的參與者都評論了 但這一場呢因為開始參入了 比如主持人胡瓜啊 張秀卿出來演唱 翁六出來演唱等等 開始有一點這個演唱會的態勢 這個態勢會一直延續到今晚新北的場子 會更加的年輕化 所以昨天可能是針對台語掛 今天可能是針對國語掛的部分 因為畢竟要回來新北 好這是郭南銘想要延續了冷場 我們在前面曾經講過 我就上禮拜了郭台銘的市場都要一萬人 沒有一萬人他沒有本錢 好到目前為止 第三場出來郭台銘的本錢看來是有 的確是有 那接下來呢氣場 BNT大家想說是不是整週從頭打到尾 是不是要每一場都丟點東西出來 欸果真如我們前面兩天所討論的 沒了沒了沒有新的東西丟出來 他需要新的氣怎麼辦呢 直接去見柯文哲 見柯文哲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聚傳國民黨今天晚上開始 跑他的民調 喔 聚傳啦 那如果見柯文哲 那柯本願意給阿明一些機會 喔稍微加持阿明一下 也許就贏了一點點嘛 柯文哲支持度20%來一些嘛對不對 來個一兩% 欸我阿明就有一些本錢啊 不是說有些民調都已經做到是我贏嗎 柯文哲再來一些嘛 好那他丟出這個東西也有所謂的 菲律共主的異位再來第二點 這個消息應該是郭震營釋出的 我見了柯文哲 那過去 呃在過去啦 都是柯文哲在蹭郭台銘 嗯啊動不動動講一下 我這個這個有張門票我們可以來談啊什麼的 動不動都是 柯蹭郭 但是昨天呢卻是郭蹭柯 那他為什麼要蹭柯呢 除了剛剛講的緣故之外 也是蹭柯這件事情只要傳入消息 所以柯文哲一定會幫他拼命的宣傳 嗯啊這柯文哲的習性就是啊我也不是我講的啦 但是我就是要來講一下啊 就是柯文哲會幫他大吹大壘 使得柯肥一定會知道郭柯出現整合的這個態勢 為什麼要丟這條線呢 因為這要回去掉蘇立倫啊 嗯啊我已經跟柯文哲談了 啊你有跟柯文哲談嗎 你有跟我談嗎 你就不要都沒有跟任何人談 你就自己做決定了啊 好當然啦 那這個場子台中場子還有一些值得細細解讀 到底有誰去站 嗯 實際上謝鼎林是唯一一號像樣的政治人物 嗯 有牌的 其他台中的立委呢 嗯 台中市長呢 欸突然就靜默了 嗯 就算他們有到現場挨撒子也不上台了 好這個就傳達出一些涵義 不要忘了之前在南部大家都上來 在這一場呢大咖人物就沒那麼多 嗯 大家期待台中的海線大哥有沒有沒有 嗯 那江啟臣要不要去 不要 連楊瓊英都是在吃飯的場合中 因為他去楊瓊英參加胡志強的授業 欸出來巧遇郭台銘 才被胡志強拉的說 欸欸支持阿明一下 所以啊 大家可以注意台中的政治人物態度 明明是辦在台中 嗯 最大卡是彰化 雖然彰化很近啊 嗯 不過謝玲林其實是男彰化的 他不是不會彰化 所以問題就在這邊了 郭台銘的動員力是不是到了某種的極限 特別是有一些政治人物 可能在昨天有收到訊息 或前天有收到訊息 就是差不多大肆已定 你就不要在那邊去喇這個渾水 讓事情越來越複雜 當然 郭台銘還是傳輸交叉 宣明之後他邀3點0 而且他還邀16號晚上 16號晚上人家稿子搞不好都發了 就國民黨的開會通知都發了 新聞通通 採通都發了 你那時候吃飯意義是什麼 是要這個 陳僑兵兵嗎 還是怎麼樣 喔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有些委員來去啦 比如說鄭战錢來去啦 但是大家也知道鄭战錢最近在地方算很難做了 他的這個提名 雖然理所當然了 憲任立委怎麼不提呢 但是地方算我們一直也有意見 所以他當然是盡可能的去 只要有宣董我都蹭嘛 像林思明他本來就是 很多人也不知道林思明是哪一號人物啦 他是新竹縣比較靠三線的立委 他現在也跳出來說 郭東讚郭東好 為什麼他需要宣董嘛 因為現在他地方算很難擺平 好那當然大家的全謀這麼多啊 邱逸我們最近的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吃了老實果實的這個邱逸 又開始做出來做一些分析了 我們來看他他有兩篇 我們現在看第一篇 第一篇他提到了 啊果然如果昨天的預期最新出入的民調結果 郭台銘操縮猴耳儀 這亞太啊 他指的是亞太民一種精英的那一個 好 那郭趨勢往上 猴趨勢往下 郭台銘大進場的時候 一口氣就進了十幾 其實在屏東的時候就進了十幾分鐘啊 那到台中 然後因為場子更大也一樣進了十幾分鐘 好那他認為猴耳儀就是因為殺了那一杯簽罵住了 那接下來呢 朱立倫決定在五月十七來宣布徵兆 應該就是猴耳儀 他說有內線消息 我想大家內線也都已經變成外線了 因為到處問了都瑪斯 都猴耳猴啊 你能問到一個其他人嗎 頂多就是有一個人跟你講 就算下週提不出來 也不會是郭台銘 然後有人這樣就是 我們再贏一週的那種感覺 好所以原則上是這個樣子 那在這樣子的前提之下呢 他說 郭台銘有沒有戰利 有 他打疫苗 蔡英文手忙腳亂啊 然後呢 他就開始想起他過去的這一個 啊豐功偉業 他本來要充施了 蘇伊倫拉他半拉一條 他這個時候就突然 把往日恩怨 全部都畫出來 那我們就來看 網路恩怨會造成什麼樣的 評論的轉移 接下來今天邱怡就針對 朱立倫來這邊做論述啦 他說朱立倫的事情在哪裡 他難道不想國民黨贏嗎 他說啊 朱立倫認為後裔好控制啦 還有 搞不好又要來換祝2.0啦 還有就是啊 朱立倫是不是小看了郭台銘 這個覺得郭台銘應該不會晚下去 郭台銘可以被收編 好前面這些點 這個第一點應該是這個 我們大概是半年前就已經在講 第二點大概是一個月前在講 這第三點呢 這是國民黨現在所有人都意識到了 但完全沒辦法解決的 就是大家知道說郭董選人這樣 大概是不會自己下去 然後大家都只期待一件事叫朱立倫的智慧 你就問到哎你沒有辦法解決啊 沒有啊看主席的智慧 你有什麼建議我沒有任何建議 我想不到辦法 所有人都在講他實際上應該就是沒有辦法 那可是主席如果從頭到尾都出老千 騙郭台銘 郭台銘也沒有要這一個給人騙的啊 啊對啊現在就是卡在這個啊 就大家都知道你已經被玩了完成這樣 而且郭台銘本來說他準備要90天內哦 這個讓詐騙集團消失 現在感覺國民黨是個詐騙集團哎 看他要不要在30天內再消失 再消滅一次國民黨 好現在問題是 5月17也是郭台銘設計的30天 因為他是4月18獎的嘛 給你30天機會 所以剛好是到5月17 5月17就是雙方設定的決戰點 你郭台銘說一個月 我主席給你一個月 但是經過一個月我還是要提名侯友宜 好接下來要面對的就是 如果國民黨硬提侯友宜 郭台銘的情緒怎麼化解 就我們前面每天都要講的氣炸郭問題嘛 顯而易見他一定會氣炸就算他本人已經心知肚明 他也會演他在氣炸 為什麼名氣可用嘛 他自己也許消化的了 可是他的支持者可能消化不了 現在放話說要支持那些人下不了台 這會有點像比如說1998陳偉扁輸的時候 支持的情緒無法消化阿邊選總統 或者是宋楚瑜2000年輸的時候 阻擋阻擋阻擋 現在就是這種感覺出來 如果他被拉下來會不會一定會有什麼 他老武軍人說我們自己組一個黨啊 國民黨那是什麼 就是要玩我國民黨沒有信義的 這個黨詐騙集團不要了 會不會這樣玩有可能啊 只要有人在台下喊 是不是就黃桃佳恩加起來 那當然國民黨人都意識到這個問題 可是就成如我剛才講 大家都沒有想到解決的辦法 因為想不出來 阿你已經玩他這麼久 怎麼可能會有解決辦法 那國民黨現在的機制 他也不是一個很鞏固的黨專長說 啊跟我沒有關係啊 反正我自己理會選上就好 你不要來牽絆我 當然啦 這個台灣民進黨又突然跑出來放這個 我是覺得真的是 你要嘛你就乾脆再丟一個總統答應 但他卻丟的就是 樂見民進黨繼續執政 樂見41% 不樂見47% 反對民進黨還是比較多 不希望民進黨執政的還是比較多 當然他特別強調 新北市反而支持民進黨繼續執政的比較多 代表侯儀基礎不穩 不過當他釋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在暗示或是民視 郭台銘這一邊 你要有更高的主動性 去把這個不樂見的這一塊 47%整合起來 也許還有一波的機會 那周圍航問你喔 江湖儘管謠言一直說 5月17號下個禮拜三喔 就是要徵召侯優儀 有沒有可能朱揚變色 5月13 17號結果看到朱立倫徵召召郭台銘 這個基本上政治上雖然一切都有可能發生 但是他需要有一些權力基礎去支持 比如說什麼樣的關鍵的決定 讓人家侯儀突然說 因為當事人自己可以說嘛 會不會有一個案子打出來 侯儀自己說了 當然有啊 也許郭台銘突然找到一個侯儀儀的什麼大案子 彰出來 我們再晚一個禮拜 或者你剛剛說今天也在滾動民調 滾動民調如果真的比較明顯的超車 會不會真正的新娘人選就變成郭台銘 對 但是這個民調畢竟現在是國民黨在做 他是求援監裁判 所以不太可能會 題目稍微設計一下 可能就不會滾出郭台銘想要的結果 這個大家都知道選舉選多了 但是 我必須還是要講啊 總是會有變數 其實他的變數很小 就像現在大家講的一片都是 齁齁齁齁齁 但是 朱立倫也是幹過突然題沾散這種事嘛 所以我們跟國民黨的歷書處的人閒聊的時候 還有萬用柯智恩啊 如果不行的話還是可以叫柯智恩出來 就是 還是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只是這些可能性 隨著大家把情緒炒高起來 我覺得 如果現在突然換郭台銘 支持厚遺的人又要怎麼化解呢 請教光琴怎麼看這一局 當然就這一切還是回歸國民黨的滾動式民調 因為他一定要有科學依據嘛 所以最後5月17號攤牌了 就是黨中央民調不會是 亞太基因交流協會的民調 也不會是聯合報的民調 也不會是郭台銘他們自家做的民調 那一切以5月17號為準 那郭台銘他是越選越好 他的氣勢驚人 其實展現在反猴勢力 你看他昨天台中的場子很熱鬧啊 對 而且我看到很多阿公阿嬤 昨天看到胡瓜都好嗨喔 而且那是大台中 因為我都很意外胡瓜突然現身 對 那是大台中 你想想看郭台銘如果看他 靠他自己辦 靠他什麼陳玉珍一個拉一個 這個沒有辦法 一定是地方勢力結合 就算是這樣的話 最後還是要回歸 他的科學數據 那據我了解 他還是跟這個猴友宜打成 平平盤的階段 那剩下你就要看喔 他有兩張牌 最後其實有一張白虎湯啦 就是有反猴的勢力 是清韓的很大咖的 本來要幫他擺5到10萬人的場面 而且不要他出人出錢 這個場面 撐出來的話 那甚至說這也是過去了 就是想說是不是可以在時間換空間 請出韓國瑜有一個表態 可是後來他沒有 他沒有答應這個白虎湯 那反倒是原來他翻上來是這好幾場 他已經規劃好的 那韓國瑜這張牌 這個他試圖去盜竊 試圖想拉攏韓粉 是因為他的基本盤 在國民黨的交叉分析 如果侯友宜有7成他只有5成 那如果侯友宜5成他只有3成 他是差在這邊 他的選票是比侯友宜 更有外擴能力的 那所以呢他後面想打韓國瑜這張牌 打出去就沒想到就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個韓國瑜保持中立 所以韓粉這邊分裂 但是沒有說完全倒過來 第二張牌就是柯P 他其實郭台銘上禮拜就約了 在上禮拜有一天早上 可是隔天我一看沒有這場會 而他約的時候就同時同步通知 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 那這個很重要 所以朱立倫才出來講說 他們有確切的掌握 郭柯會的這個訊息 後來改期到昨天晚上 因為他最近時間卡得非常緊 他就趁昨天活動結束 就夜奔柯P的家裡 你知道只有10分鐘 他打柯P這張牌打得很顯 你知道他是在17號之前 他不是在說17號之後 你沒提名我我去找柯P 他不是這樣 所以時間點很重要 他在17號之前 打了韓國瑜這張牌 然後他找柯P這張牌 柯P對他很好 你看他議題都貼上來 加上他這次的確是 我好像講是郭台銘主動 那柯P開門啊 那意思就是說 不只開門啊 柯P今天還接受媒體專訪啊 還怕新聞不夠熱 加減增加一點版面啊 沒有沒有 說好了就由柯P對外發言 真的喔 由柯P對外發言 10分鐘他就是撐一個場面 他撐一個場面出來說 我老郭是國民黨裡面 唯一一個柯P買帳的 唯一一個我可以跟他談整合的 你如果藍白不合 你真的打不贏 三喀都 OK 白星德絕對勝算 你今天提侯 那誰去整合柯P呢 難道吳子佳嗎 不會吧 對不對 他一直要在民調上面整合 那個不算嘛 那你全部朱立倫嗎 不會吧 你沒有這個管道 你也沒這個能力 你只能看戲 所以只有一個郭台銘 他有整合能力 而且你選票不能夠 唯一就是基本盤 基本盤也溃散了 沒有完全飽和嘛 你一定要有外擴啊 外擴的這個選票基礎 要才能夠說可以兩大塊 才能夠跟綠營批敵嘛 你不是一直講非綠大聯盟嗎 你已經5月17號囉 你到現在整合是破局的嘛 柯P99.9999無限延長 他是要選的嘛 那現在就好了 現在以17號之前這一戰 其實郭台銘就想 這個張 把自己的張力張到最大 那增加什麼 我們說一個是民調 科學數據 如果他還沒有翻 甚至沒有拉開距離的話 你就看KPI值啊 我有整合能力啊 你不是說要參考很多面向嗎 那想要能夠左右外傳 17號已經內定 就要提名猴了 而且猴的場子也擺出來了 那他能夠把這個選戰 打到最極限 就等於說極限戰了啦 那這是郭台銘他現在能做 那當然這一會有很多傳言會產生嘛 對 你是不是要被打擾 你是不是已經要跟柯談下一步了 好那我是認為說空間很小為什麼 什麼叫空間很小 是郭柯配的 或者郭柯合作的空間很小 欸郭柯合 那就要看郭 如果你不提名他 他要不要去跟你談合作嘛 郭柯配的空間很小 因為我為什麼講郭柯配 不講柯郭配 因為郭 不管跟猴跟柯 他都不要當副手 對 他上次已經決決了 在你們節目不是講嗎 哇那個T台不是出來了嗎 後來我下了節目 我跟他問嘛 是到底有沒有可能性 他說我絕對不可能的 連你都相信 他說這個我做大老闆做一輩子了 怎麼我可能去當人家副手呢 所以柯如果就算要選 他不可能郭跟他搭副的 然後猴 猴都他不願意了對不對 你何況是柯P 除非是郭柯配 但是我認為郭柯配可能性很小 因為四年前他即使沒承諾 他有搞第三勢力 因為柯P不願搭副手破局 然後剩下就是郭的大戲 你要不要繼續 結果郭去了美國 這林冠那個過程都很清楚 他回來並沒有選到底 因為他還是有考慮國民黨 我如果選到底 那不是破壞你國民黨的大局嗎 他沒有 何況是這一次他有承諾 他自己在記者會上承諾 他後來好幾次被問到 也公開承諾 如果今天只因為你沒有提名我 我毀棄承諾 那我郭台銘怎麼做人 而如果他去跟柯P配 你覺得打得贏打不贏 這很難 這很難講 如果打輸了呢 那不是國民黨也踩了 我也破壞了 我也回去承諾了 如果我還打輸呢 你過得了現在的5月17號 你可能過不了明年的1月13號 你除非你能打贏 那這我覺得目前我出錢的看法是說 空間不大 空間不大 那獨立參選他已經已經finish掉了 這個選項他已經刪除了嘛 你怎麼獨立參選他能量不夠啊 那郭柯配我不敢說死 我也玩一個柯P陣營的把戲 99.99% 對政治我還是覺得保留一點空間比較好 可是我的研判是說 大家想像甚至那個邱毅 那個是因為你朱立倫你激怒他沒有 我就講過郭台銘這一次 做的每一步都密切跟黨中央保持聯繫 甚至旁邊有幕僚說你不要相信嘛 尤其是4月13號黃建廷 他那樣講就是侯友宜了 很傷他的選情也壓制他的民調 可是他還是相信黃建廷 那他現在跟黨中央還有聯繫嗎 當然啊就這一次他上禮拜本來就有約了 就他跟黃建廷有知會啊 黃建廷說如果郭董你要去跟他會 你就去會 他們沒有什麼意見嘛 那你要聽也不是黨中央受益他的 就是他想要安排這個局 而且你覺得應不應該 應該啊 你國民黨怎麼會是還沒有整合 你就是侯友宜了 這個是自殺炸彈客的作為耶 這個你們到底要不要慎選啊 你完全沒有整合 你應該先整合好 用你所謂的非綠大聯盟 好不管非綠還非紅啦 你就要用一個慎選方程式 不然你推出猴這隻越選越瘦的瘦機 然後你說就是他了 然後那你把郭台銘就最大的 你們說是國民黨的最大資產 你把他打叉了 就算他不毀氣承諾 就算他乖乖的然後挺猴 然後去幫你們整合 那個力道總不比他自己出現強嘛 對不對 那你真的 你真的已經沒有初選 你所謂的你的模式 很多人都質疑哦 朱元你這哪一招啊 你這到底是真招 還是內初選啊 然後你又內參民調 民調做人又不內參 請問民調要做的 要不公開要內參 那請問你說了算嘛 他這個提名方式 就是你說了算嘛 所以你就看這個 這兩個禮拜不是因為我們放說 就是那個侯友宜的嘛 可是他還是一直往前走 那有沒有可能下個禮拜三 真的就是徵招侯友宜 可是郭台銘也同時 拿著朱立倫跟侯友宜的手 我覺得不管他失言 或是他個性的盲點 說有人說他霸氣幹嘛的 他是一個重承諾的人 他至少是一個重承諾的人 我覺得他如果要跟柯P會 因為很多他的支持者 你看老虎金團 看到郭台銘的粉絲專頁裡面 很多人都惋惜說他不應該回國民黨 執意回國民黨去選 如果他要跟柯P搞涉的話 他為什麼不第一時間 就不分藍綠踩中間這一大塊 直接跟柯P沒有包袱的就去選呢 他為什麼執意要擺脫這個選項 然後執意要回到國民黨 還被罵成這樣 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回去 已經造成他用非黨員身份多麼困難 好不然我假設我聽到 不要等後面這兩個禮拜 我看你4月13號 你就擺明了出老千什麼 還有兩個月 你跟我講最晚6月18 你4月13號就說是 黃建廷了 就說是這個侯友宜了 我早就劈腿了 你這樣搞我我早就劈腿 他沒有嘛 那還有他一律是 一直以來都是尊侯的 他跟侯還有聯繫 打到這裡還有聯繫 我跟你講剛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2月的時候過完年 哇那挺侯派不是很囂張那段時間 旺中集團整個加進來了 有沒有好像不能說一句 好像就是一定要挺侯 那時候黨內鐵板一塊的時候 那時候郭要像如常的 去聯絡侯友宜或是侯明豐 侯明豐有聯絡上 可是你知道侯那時候 心眼多小你知道嗎 也不回簡訊電話也不接 後來是打了三通電話 終於跟那個侯友宜聯繫上 侯友宜沒有回電 他只拋一句很冷的話 是不是要聽黨中央的 他也在等一個辦法嘛 那可是後來你知道嗎 侯一直變受機了 民調直直落的時候 危機大的時候就通啊 侯能夠這場選舉 你可以靠你自己嗎 沒有辦法嘛 那所以我覺得郭的價值 我們反推回來嘛 現在站在郭台銘身邊的地方派系 如果真的最後下個禮拜徵招侯友宜 他們會挺侯友宜到底嗎 我跟你講 你如果要在 我常講的就是說 你又要民調分勝戶 現在三個人麻花 哪三個人麻花 侯你不強嘛 你哪有其實最強 你跟郭台銘差不多嘛 郭台銘跟侯友宜 又跟柯P差不多嘛 你三個人捲成麻花賬 請問你貿然推出任何人 會贏得了嗎 第二個 郭台銘如果按照國民黨 至少嘴巴一直掛著他是資產 而且他後來也體現他的能量 你不能說 他不懂政治他不會選舉 他後來 油版油也體會他的能量 而且郭 有的東西國民黨沒有 侯更沒有 那再加上 整合這一項 極確 我覺得你看柯P誰的賬買嗎 尤其他宣布 99.9999%要選總統 他的難度更高了嘛 那郭一招手他開了門嘛 所以 這些資產 會比不上你硬邦邦 只是看民調 而民調大家還糾纏在一起 你就貿然提猴嗎 那再加上 你問到一個重點 國民黨裡面有很多人挺猴對不對 反猴的人更多 你以為地方那個場子 是怎麼撐起來的 你以後要選你怎麼選 我看你跟這個慎選 早就說拜拜 請你怎麼看這一局 我覺得現在每天頭最痛的應該叫朱立倫吧 因為一個是從來沒有表態說他要選總統的侯友宜 然後他又想提名他 一個是每天都在連續這幾波的肇事 而且越做越成功的郭台銘 然後你卻不想提名他 所以其實昨天的郭柯會我覺得是成功的 因為柯文哲今天已經為這個郭柯會下一個註解 也就是說他第一句話說 那你們國民黨遊戲規則都還沒有出來 你怎麼這麼認真在選呢 都沒有告訴你到底要比什麼 然後你這麼認真是為了什麼 那這個是一個伏筆嘛 就是告訴你 萬一你國民黨告訴全臺灣反綠的人說 萬一你國民黨不移民郭台銘的話 這就是一場不公平的初選啊 一個黑箱的初選 那郭台銘是不是要改嫁他人 就師出有名了嘛 所以以臺灣來說 我認為郭董昨天這個會就是在找黑手啦 就是說這個原來的家庭不美滿 那人家要把他逐出家門之後 他必須為他的下一站的幸福來著想 也許他跟柯文哲之後的第二村會更美滿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配法 柯文哲也不是傻的 雖然以前是醫生 現在當這人物 當了這幾年了 所有的全謀之術 他也知道 他既然昨天要見 不論是十分鐘一分鐘 只要一見了面 其實就已經是有默契了 所以這個政治意味是十足的戲 我覺得在昨天晚上 再埋下一個重大伏筆 所以如果昨天以前 我覺得朱立倫頭還沒有那麼痛 昨天以後 這個所謂的反綠聯盟的整合 你到底要不要把郭台銘 放在國民黨提名的人選了 他已經要慎重思考 我覺得在昨天以前 都可以不考慮郭台銘 但是在昨天以後 朱立倫這個黨主席 他必須要審慎的來面對 尤其看到一場一場的造勢 越來越成功的情況 郭台銘今天還有板橋拖 今天還有板橋 今天就是指導你侯友宜的本命區 而且今天板橋拖 全部都是有魯廣仲 然後他又請了比較都會感的主持人 陳聶雲 曲艾玲這些 這些非常都是有名的 跟他昨天的太宗派就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都已經精算過 所以我說以前 我有一個同事叫林維中 那時候還是民進黨 後來他不是持黨職 然後說不選立委 我就問他說你為什麼不選舉 他說我們只要拿選舉的精神 來做事業 百分之百 每個事業都成功 所以你看郭台銘做事業成功 只要拿做事業成功的精神 過來選舉也一定會成功 所以我必須承認 這個郭董這一波的調整跟改變 確實他進步非常多 而且非常神速 因為他開始把這場選戰當一回事了 所以當他當一回事的時候 他可以跟過去不愉快的人 背九世兵權 他可以在媒體上 即便人家還不願意見他 他可以去說他要釋出橄欖枝 每天都在遞橄欖枝 你可以看到這是多麼的不容易 因為很多政治人物不見得做得到 可是他用做生意的方式說 我為了要拿到訂單 我為了要在這個訂單裡頭的價格 我要達到獲利 什麼樣的做法我都做得出來 所以郭台銘在生意廠上的那一股狼性 那種獅子的個性 他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頭頭 而且他有好幾個打點 事實上是很明顯的改變了他的民調 比方說他跟韓國瑜道歉 對 他可能不能吃所有的韓粉 但是一部分的韓粉 可能就可以包容接受 就會覺得他釋出善意 然後比方說他前兩天發臉書 聲援這個蔡旺旺 蔡旺至少會覺得這也算善意嘛 不用每天追殺嘛 那所以蔡旺旺的這個觀眾受眾粉絲 都是藍盤的票嘛 所以他是一點一滴的在吃這一些藍盤的票 然後逐步的墊高他自己 而且他的力氣沒有花很大 你看他就是幾波的肇事廠 肇事廠對郭台銘來講 其實沒有花太 以他的財力來講 並不是太多錢 而且最最厲害的是 我們要去看那個裡面 地方動員的這些地方人士 為什麼下那麼大的力氣動員 過去國民黨中央 所有的事情是黨中央說了算 因為包含地方的民意代表 鄉政市長 議長 誰要提名誰都是中央 或者是他們地方黨部的主委說了算 為什麼 因為過去國民黨有資源 我可以掌握農會系統 我有銀行系統的支持 我有各種 因為他們當時的 這是一條邊的資源 我有黨產 所以每一個公職人員要選舉 必須聽黨的話 他才會提名你 提名你 當然包含競選的經費都有 可是這些年來 國民黨已經不是過去的國民黨 也就是說他的黨中央 已經是虛化的 他現在只有提名的功能 甚至連選舉 連選舉的機器都還撐不上 他只有提名的功能的時候 那地方這些人士 議長也好 議員也好 他們說這些代表啦 或者是農漁會這些系統 想一想 不對啊 這些年來 我不是都賓自戀良自仇嗎 為什麼我還要聽命於你呢 那想想 這個侯 侯市長過去對於這些地方派系的 嗤之以鼻 認為他們是黑金 對 沒有照顧啊 那我不如來跟一個生意人 起家的郭台銘 最起碼他懂得什麼叫做雨露均沾啊 而且心裡我的感覺是 這種大規模的選舉喔 所謂母雞就是要出錢出力 是啊 要嘛你有鈔票 要嘛你有選票 那如果侯友宜呢 有一堆鈔票 有一堆選票 那可以照顧小雞啦 那如果侯友宜沒有的話 其實這些地方派系幹嘛要他 就像你看當年的韓國瑜 為什麼大家都席捲起來支持他 我認為韓國瑜是沒有下資源給這些地方的人 但是他有魅力啊 今天只要有韓國瑜的地方就有票房啊 就像以前那個朱哥亮的官聽秀 朱哥亮站哪一個歌廳 那個客廳一定是大爆滿 一樣的概念啊 胡瓜的地方也很精采 我看到一堆粉絲喔 就這樣子拿著手機 一直要跟胡瓜拍照 因為明星的效應 而且你要知道基層的選民會這樣想喔 你看那郭董跟胡瓜這麼好 都來幫他騎台 表示這個郭董人很好 他們會直接的聯想 所以站台的人很重要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認為郭台銘在這一波的 你講的有道理 站台的人並不一定要地方政治人物 不用 站台的人如果是胡瓜這種卡 實事上也很有粉絲號召力 我說今天郭台銘如果板橋請到江蕙 他就過關了 哈哈哈哈哈 你會怕他講出去 他隨金康江蕙的通告 看他有連累這樣隨金康江蕙來 真的 如果今天晚上江蕙站台的話 我覺得郭台銘應該就是提名沒有問題 你參加今天贏了 盧廣仲唱歌 盧廣仲很多年輕粉 然後他昨天擺明了想要 這個某種程度的吃柯文哲的柯粉 那柯文哲的柯粉偏年輕 然後盧廣仲那一種卡絲又是年輕粉 而且盧廣仲有點綠的支持者在挺他喔 真的喔 因為獨立青年都很喜歡盧廣仲喔 所以郭台銘的戰略跟傳統的政治人物不一樣 沒錯 可是他事實上是有一點見路加進 他完全就是生意手法嘛 做生意也是這樣啊 我來談判的是一回事 我的加工廠 我的下游廠商是一回事啊 我談判的籌碼才是重點啊 我出來跟你談判 我出來替我站台的人能加分最重要 反正台下幫我動員的人 他不需要出面啊 出面只要有吸引力吸睛就好了 所以我認為郭台銘他在高雄之後 他真的有重新檢討他的選舉策略 是高雄那一場我覺得還沒有到很成功 是從高雄之後他就開始重新檢討 他完全回復到一個該有的生意霸主的態勢 就是他的學習能力其實蠻快的 對 所以我認為朱立倫現在整個國民黨裡面 最該頭痛的是朱立倫 第一你遊戲規則不明 然後第二你的喜好 你當時的私心作祟 然後第三你現在最強的人叫做郭台銘 他已經跟柯文哲有了暗 暗渡成昌的這個契約在了 那你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而且朱立倫從頭到尾到底有沒有騙了郭台銘 應該是一直都有騙 我都覺得我前陣子看了一部電影叫夢買女帝 我都覺得郭台銘很像那個夢買女帝 因為原本在國民黨邁身 結果邁到後來發現不對喔 這個遊戲規則對我不利 我應該要重新來當老大 我來創造新的遊戲規則 制定我的王國 明鳳怎麼看這一局 這一局我看大家一見都一樣嘛 就看朱立倫要怎麼講啦 朱立倫下禮拜三就是看是 你第一個你恐怕要公布數據嘛 第二個你要公布你所謂的理由啊 因為你有叫明代參與理由的時候 那你就要公布出來 那我覺得你你我我相信他這 他這段時間都有跟雙方在接觸 那雙方接觸的時候 如果中間有一項違反跟所謂郭台銘 因為你現在大家都傳是猴友誼 那你最嚴重的就是說 你跟郭台銘講話是不一樣的時候 郭台銘就不會放過你啊 因為我覺得郭台銘跟這個柯文哲 昨天的業會是一點 也許是為了未來的營造 但是我覺得他的威脅 他的這個威脅性是比較大的威脅成分 就是你威脅這個朱立倫 你要照規則走 如果你不照規則走 我還是有後路的 因為依照柯文哲對我的友善 對我幫你拉進來 然後叫陳佩舉去休息 不用聽了 然後這中間有一些關鍵的話 他還是沒有幫郭台銘講出來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些暗示 譬如說記者問他說 那就是說郭台銘有沒有講到說 萬一沒有提名他的時候 他會怎麼做 柯文哲幫這塊引掉了 引快就有很多的想像力了 那這個東西跟他見面就表示說 對郭台銘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有力的幫忙 那不管是未來可不可以合作 但是至少就是說 在這個友軍的支持下 對於黨中央這一點也是不能夠不理會的 而且從這整個整體看起來 郭台銘在這場選舉裡面 他投入非常多 勝譽也非常高 他就是說 我覺得他的求生欲望很明顯 應該說求勝利的欲望很明顯比四年前高 他四年前還會硬幹蔡旺 他四年後會跟蔡旺旺遞出橄欖枝 對所以就是勝利望很高 他才會跟蔡旺旺道歉 又跟韓粉道歉 這過去當然是做不到的事情 然後他今天這個 朱立倫 我覺得朱立倫雙方可能 這個遊戲規則 我最好保證 他保證最好雙方都說清楚 否則我覺得這個未來變數就會非常多 就像那個有人講的就是五月十七號 搞好國民黨就發生大事了 那我覺得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郭台銘到最後用力這麼多 所有人也參入一些感情的成分 過去可能就是說幫 可能敷衍一下或怎樣 可是你到最後這個長野辦了 那我相信中部那幾個地方派系到最後是完真的 就是說可能 你來我給你握握手 像第一天那個誰 這言聽標就握握手 然後張榮問問怎麼樣 可是當那個場子辦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感情也投進去了 而且像本來他們跟侯友宜就不對盤 不對盤 因為那我如果說郭台銘願意這麼伸出 這個所謂的友善之手的時候 我為什麼不願意 而且這個地方 這個中部地區呢 是國民黨陸戰非常重要的地區 如果說你這個遊戲規則 沒有辦法讓郭台銘服氣的時候 這些所這三十天來 郭台銘所累積的修美奔還是有的 就是說這些地方派系 我還是有實權的 如果說你這個黨中央 你沒有辦法說服大家 然後你侯友宜也沒有做好 這個彌補的工作的時候 我這三個地方我就翻盤嘛 翻盤說你國民黨是怎麼收拾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 這樣辦初選或是辦所謂的徵招 是很 是很 是很瞎的 因為你徵招是徵招 但是你明顯出來 就有兩個人在競爭 那有些競爭的話 你起碼應該公佈 有哪些民調公司 是你國民黨所用的 那些民調公司 或是民調的手法 這兩個人是不是同意了 我覺得你也許不用具體 講到那些 但是你這些場 你這些場面的話 就是說譬如說 我們有準備什麼民調公司 我已經分別跟雙方都講好了 雙方也同意 這種 這種宣布還是要有的 而且敏鳳 我記得民進黨的初選民調 不但會有遊戲規則 而且比方說 來今天明天後天連三天掉 然後雙方都還會有人馬去監督 免得你中間有人做假造假 然後雙方最後開出來的數據 這個最後做一個整合跟統計的時候 雙方才會服氣 你看王世堅跟何志偉 就是讚到那麼兇 對就真的差這麼少 然後這個兩家民調 大家都公佈數字 然後都去派人去監聽 那如果說你這樣 國民黨中央你開始做這種 民調好說現在開始做了 那你到底有沒有跟雙方講 雙方要去監聽啊 我覺得就是說你雖然有真招真名 但是你也不能夠做黑的啦 做黑真招真的也不行嘛 那因為你擺明了 這個就是一個初選 就是一個假真招真初選 所以你這些東西 民調公司 你雙方有沒有同意 那要不要用手機 這個東西 你國民黨中央 你跟這兩個人雙方講完之後 你至少要對外公佈說 好我跟雙方都溝通好了 我們就是用哪幾家民調 大家都同意 然後也要派人去弄 這才合理嘛 那否則你這樣弄出來之後 黑烏烏的一片 然後五月十七號 突然名單拿出來 一看怎麼是這個人 那你說得清楚嗎 你講得明白嗎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黨中央這種處理方式 我覺得是有史以來 我覺得最奇怪的真招 跟奇怪的初選 我覺得這個東西 會留下一個非常大的下影線 那個什麼 裂痕 很大的裂痕 裂痕 對啊 就是一個裂痕嘛 因為你郭台銘本身 而且這會使得郭台銘 有正當性喔 去找柯文哲合作 是沒有錯 就是說我留給郭台銘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正當性 你這樣黨中不公平 而且郭台銘現在動員這麼多人 他要交代也不是說 我只有我只有一個人而已 他還要跟宣董講清楚吧 他還要跟張榮蔚跟顏清彪 還有一些支持 謝典林也要交代嘛 謝典林也要交代啊 也要講清楚嘛 說我為什麼讓你們白花動員 然後還有周典論啊 這些人出來之後 我都幫了一手的忙 那我後來為什麼 我要接受黨中央的這個東西 那你也要講清楚啊 那這個東西來講 對於郭董來講 除非你黨中央是真正 清清白白光明正大的話 你郭董才可以下車 然後這些人也可以下轎 也可以不用抬轎 否則你這樣子這樣搞下去 我覺得黑象一堆 你就是對於未來製造麻煩嘛 那你說我跟柯文哲合作 我需不需要明面的配 什麼郭柯配或是柯郭配 不用啊 我就就是上面跟上次一樣 我就是這個幾個部分區 在你那裡就好了 這樣的合作也是算合作嘛 而且現在郭台銘也說實在 也不是國民黨員 國民黨員 大家這個也是他的主力 但是你相對到這種時候 我也是一個有力的身份 我也不是你們黨的人 你也不能夠約束我做什麼事情嘛 除非說我覺得朱立倫就是應該要把 那可是這樣子的裂痕相對上會使得柯文哲 可能極大化他的總統票跟政黨票啊 沒有錯啊那你就是有力到柯文哲嘛 所以說 所以朱立倫是柯文哲的大貴人 貴人啊 就是柯文哲要從小三黨喔 翻身看可不可以變這個老二喔 小二喔 這個重要的核心貴人可能是朱立倫 對啊就是朱立倫 那你就一路走到黑啊 就是很奇怪 如果你已經 你已經大家宣布五月十七號了 那你應該連帶公布相關的辦法跟東西 你才不會一路走到黑啊 那你現在就是別人就是陽關大道眾人多 可是你就是一條獨木橋要走到黑 黑到大家不曉得你未來會發生什麼大事 會不會爆炸會不會火爆這個什麼黨中央的現場 大家也不曉得你在搞什麼啊 好那我請教停回 國民黨一方面初選可能有強烈的裂痕 另外一方面怎麼定調兩岸關係跟九二共識 也是一個關鍵 比方說昨天國台辦丟出來 連勝文跟宋濤見面的畫面 宋濤就直接對媒體說呢 他要轉達習近平的問候 而且他說台灣只能是中國的台灣 對 宋濤跟連勝文講的說 台灣是中國的台灣喔 那其實宋濤要不要跟連勝文講說 你連家的財產也是我中國的財產 其實我說真的啦 你所有的台灣都是中國的台灣的話 那當然台灣所有的各家族 各個名萬後人 你不用再想自己未來有多獨特性了 未來全部都變成對中共充公啊 未來就是共同富裕的情況之下 你們大概資產就會充公了 好了我們先不管 連勝文自己怎麼回答他 或是連勝文自己本人想法是什麼 但是我們要強調一件事情就是說 五月十七號這一天真是非常特殊 五月十七號也是這個 美國國務眾議院的中國委員會 要開一個公聽會 是要怎麼來反制中國的經濟侵略 那這個公聽會呢 其實你看喔 在這經濟議題上面 他們全面的要來對中國制裁 請問當天來講的話 那你國民黨如果提名候選人來講的話 你要不要對這個事情有所回應 或者是說你國民黨的立場又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是在內戰沒有錯 國民黨在內戰 但是我一直覺得怎麼郭台銘好像越來越 比國民黨還要更國民黨了 就是我意思是說他已經比國民黨還大了 那個所謂聲量跟那個所謂的造勢活動等等來講的話 你我說不定侯友一出來 我看到可能小貓幾三隻而已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可能也比不上郭台銘造勢的這個場合活動 其實我感覺那種現在是講的是一種氣勢 選舉講一種氣勢 那這種氣勢一出來來講的話 你看到如果真的朱立倫敢在這種情況之下 提早的結束掉這場遊戲規則 而去提名侯友宜的話 那國民黨內部真的不會內後嗎 真的不會分裂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可能上一次除了換柱之外 這一次又來搞一次這個東西 可能朱立倫會是國民黨最大的罪人 也不一定喔 就在歷史上來講的話 這個真的是不同 這個是真的不能忽視的 那美國這樣子又發生一件事情 這個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羅 他主動要求去參加這個中國委員會當中 說主動要求說 我要美國國會要撥款 要幹嘛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軍方要做什麼事情配合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就是說太平洋艦隊司令 主動要參加國會聽證會 然後要主講台海戰爭 而且要主講太平洋艦隊司令 如何評估台灣增加什麼樣的軍事的 這一個國安的準備 然後呢 美軍增加哪一些新的武器 然後讓太平洋艦隊可以對抗中國 因為我們知道 上一次國會這個委員會 他做過兵推 做完兵推之後 他一定會去問這些官員行政部門說 你那麼接下來怎麼做 怎麼應對這場東西 那結果其實應該來講的話 這個帕爾特斯林在那個印太司令的 這個海軍司令 這個帕帕羅 他應該已經想到很多的套案了 那主動要求要參加這個委員會 這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通常就是國會要求說 你來聽證來聽證 然後來做報告 但是他這一次是主動要求我要做報告 所以代表說整個印太司令部 應該有一個完整的一個方案 怎麼應對台海戰爭 不過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說你看到宋濤傳達了習近平的意思說 台灣就是中國的台灣 顯然在習近平的眼中 以及他的你看到他秦剛現在跑到歐洲去 刻地去找波斯坦宣言的這個地方 又去參訪 所以又在把波斯坦宣言連到開羅宣言 把開羅宣言連到台灣 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情況之下 你想想看到底習近平的意思是怎麼樣 他絕對不會那麼小 這個只有在想說什麼和平和平統一台灣而已 他現在他的心目當中可能在思考另外一個藍圖 或是另外一個做法 是不是有可能還會有武力的可能性 否則來講的話帕帕羅 我不會有這種主動的動作 這是對大家必須要警示 而且必須要關注的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